這個呢,前鳥科的,小屁屁,小屁屁,這就是小屁屁 還有,還有這個,小環頸痕,環頸痕跟小環頸痕插在哪邊?它的眼睛 小環頸痕它的眼睛有一圈黃色的,環頸痕就沒有 這就在這邊清水智慧所拍的 那我給你們的資料上面,他說有兩百多種的,超兩百種的候鳥在這邊清洗 現在已經超過了,我們是上學期,就是生態工法那個協會 幫我們小朋友上師弟看娘的,他說已經超過好幾百種 都在這邊清洗,而且現在你如果假日的話,很多的那種愛拍照鳥類 拍拍鳥的那個啊,那個套頭,來這邊等鳥啊 那我們剛才有講說,這邊是屬於三個地方 這邊屬於清水,那邊屬於中角,那這邊屬於黃港 那黃港呢為什麼叫黃港? 黃港以前呢,三百多年前,西班牙人曾經在這邊運瀏瀏出去 在跟我們平族的交易瀏瀏 所以說叫做黃港,還有就是黃溪的出來口 它有兩種說法,那清泉為什麼叫清水? 因為它因為前面這條溪,就是清水溪 清水溪,華德米 那中角,它中角其實叫做萬獸 叫做萬獸豬,就是清水溪 這個地方總涅濟為一組,每一百方形左右 那我們今天剛好,好像下一下很大 真的打算下一下很大 不然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金山的發展區 其實在我們金山,可以規劃一個很悠閒的一個私地優秀方案 等一下如果說有沒有什麼回答 懂啦 小時候長在那邊嗎? 等一下帶點牌去玩 可是現在玩的話,不能給我刮回家 因為我夏天還要叫什麼 不能吃 現在都很想 因為它成長之後,它要等到夏天才可以 那如果說,對師弟有一個呆念的話 要有拉的地方,有拉的地方要有怎樣? 它的農,農作 它的農藥,清水的那個 清淨度要夠,要乾淨度要夠 那我就讓你們看一下 我們金山的八九之一 十二好了 來,這個就是竹台雄女 這是竹台雄女,對不對? 這個可是今天我們不走那邊 就是在那個山上 這個是你們應該是要做短途去拍的 這是單純另一面 這是我們金山的另外一個 在哪邊?從這邊拍的 這個是在這邊拍的喔 看過去很多雲的那個地方 這個什麼?美人山 看它像一個美人頭在這個地方 這是八景之一 你們現在看到八景之 八景之山,所有的範月 金山有八景 所有的港 那個是最當拍的不好 每天拍的好一點再看你們看 那個要看時間點 要滿月的時候才可以拍 好 那我們師弟的 什麼叫師弟都不用講了 因為